謝謝 由於小弟的爸爸的妻子 即是我媽媽快生日的關係 作為孝順仔的我 已經準備了一份禮物給他 就是一個迷你的衣車 讓媽媽可以幫他兒子,即是我 補充一些平時我睡覺 動來動去,弄難的睡意 Let's go 好,眼前這一份 就是我媽媽的生日禮物 你看到這個就是迷你的車機 主機,然後這裡有一個線的桶 然後這裡有一個固定桿 這裡有一排線 也有一把,你瞎了也知道 是一把剪刀,對不對? 還有這兩包配件 然後說明書就在這個盒子的後面 我們現在馬上試一試 究竟我媽媽能不能幫他兒子 也就是我補回他的褲子 我很緊張,馬上試一試 好,其實買這件東西我有點私心 因為男生的東西喜歡組裝窗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錢去買 所以買這些東西 就可以滿足自己組裝的 慾望了,我現在教大家如何組裝 組裝吧 首先很簡單 你看到這部主機,對嗎? 電子機的樣子,你一定要反過來 反過來之後,這個線卷 加上這個固定桿,好嗎? 放進這個洞裡,插進去之後 這樣就結實了,好嗎? 把這條線的線頭 插進這個洞裡 不可以從上面插進去 一定要從下面插進去,好嗎? 插進洞裡,你以為是結束 還有一個圈圈,好嗎? 我現在吹脹,由上邊倒進去 反過來之後,要穿舟過散 下面這裡又有勾勾 把線勾進去,重頭氣就來了 要把這個穿針器 插進這支針中間的洞裡,好嗎? 不好意思,大家 由於我的眼睛真的不太好 大家買這個之前 是要買一瓶眼藥水的 給你媽媽,好嗎? 好,你穿了這條線 進這個穿針器裡之後 拔出來 它很自然就過了這支針的洞裡 把這個布壓片剔起 拔出那條線 可以來到… 我會把衣服裝潮起來 我媽媽說我通常睡覺時會有夢遊 就是從左邊夢到右邊 所以一旦動的時候 就經常做到那些睡覺的底衣都破爛了 所以第一件就試試這些棉質的底衣 很簡單,把這塊布壓片拿高 放進你想要逢的地方 左手拿著你的衣服 放心,就像釘書機一樣 隨便自己去… 千萬不要控制它,好嗎? 對,好嗎? 它一直移動的時候 這條線是完全沒有進去的 我不知道是布料的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 不要緊,我先拔出它 它這個不能逢的 它還勾著我的手機 豈有此理,為什麼會這樣? 既然棉質的睡覺衣服不行 我決定以後睡覺也穿襯衣 儘管試試試襯衣服能否補到 這次有點合適 先看看後面 後面不太合適 那怎麼辦呢? 給不給多一次機會自己呢? 當然給吧,來吧 馬上來再一次 我一剪,我又要組裝過嗎? 留在我的頭 在這裡,很吵 好,來 好像還可以 看看後面 這次後面也行 果然人是需要成長的 再給一次機會來說,真的會成功 那我以後就可以穿襯衫睡覺 每次奉獻一次都要重新上線 我這麼耗眼力就說沒所謂 但是比上我媽媽了 我就不知道她能否受得住 會否發火 這條是我平時睡覺的睡褲 你別問我為何會穿這條牛仔褲 因為有安全感 好嗎?來吧 釘這個…就是我的睡褲 我覺得比我的睡衣更容易釘 可能因為它是牛仔布的質料 不過做人不可以看表面 我們要看它的內裡究竟是怎樣 這樣算不算成功呢? 它又脫了一點 那就是不行了 那怎麼辦呢? 看來我睡覺也不能再穿睡褲 兩分 剛剛做的底衣已經卡住,不要緊 要做一件襯衣開始順滑一點 到牛仔褲就塌塌了 但是它表面可以,內裡不行 那一刻就慘了 還要花我三個小時的時間 來組裝,我眼睛都乾了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你做好也好 你後來要自己收那一刻麻煩 我接受到,我媽媽也接受不了 失敗